今天我们揭开历史的伤疤 直面战争的最新 日本最肮脏的世界文化遗产 军舰岛 从高空俯瞰日本长期一座名为端岛的岛屿 外形酷似军舰所以又被称为军舰岛 二战时期 为了给日本前线提供能源补给 从中国和朝鲜强征数万名劳工 在面积不到16英亩的小岛上生活着超过5000人 这个人口密度比东京的人口密度还要多久没 男人在深度超过1000米的海底挖煤 每天都要面临着随时喷涌而出的网 机翼引发爆炸每天超过12小时的工作 每个人都受不如柴 忍受海底煤矿高达45度的高温 如果不能完成指标就会被控制 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如同奴隶一般的对待 而女人则沦为慰安府 在岛上饱受灵 生不如死 难道就没有人尝试跳海逃跑吗 有 但都失败了 一名男孩当场被击毙 另外两名男孩虽然逃出了岛屿 却最终惨遭日军的毒手 被渔网困住密死在回去的毒手 日军不仅强征劳工 还利用被占领殖民的朝鲜办法宣传 以高额的劳务报酬吸引无数的朝鲜劳工前赴日本务工 劳里就是被蛊惑的人群之一 他是一名爵士乐团的团长 和女儿秀安有着体面的工作和安定的生活 但害怕被日军征召上战场 劳里选择了相信日本政府的宣传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 船上条件坚固 劳里和同胞们挤在货舱内 忍受着颠簸和不适 他们目睹了同胞之间的争斗 经历了日本兵的无情镇压 当他们抵达日本 满以为可以开始新生活时 却没想没等船靠岸 就上来一群日本兵 就像八百年没见过女人一样 看见女的就抓 劳里和女儿被过分明 这哪是什么发财之地分明 就是人间地狱 所有值钱的物品全部赏掉 就是吃的鸡蛋也不行 想反抗就会被监工暴走 劳里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 还活得有模有样 全凭她的演技 扒开衣袖 用藏起来的劳力士 偷偷贿赂监工头 说自己是乐队的队长 还拿出了济世纸 接着在现场演奏起日本军歌 这一顿操作 让在场所有的日本人开怀不已 似乎又回到了他们熟悉 而又不平等的殖民区 这时矿所所长山崎从屋里走不出来 他恭恭敬敬地向众人行 美其明曰说 在这里工作会得到高额的酬劳 实际上来这里的人 除了交通费 住宿费 杂七杂八的费用外 还有一大堆无法兑现的国债 作为他们的退休金 这就表示在这里工作 不仅赚不到钱 还要倒贴给日本人 再看看劳工们的住宿环境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 不到八坪的地下宿舍 货救的床铺浸满了海水 吃的饭也是 爬满蟑螂的剩饭搜财 这些劳工在山崎的眼里 只是一次性的赚钱工具 榨干了之后 还会有更多的人送去 监工头是个典型的韩国汉奸 自己人压迫自己的同胞 更加的残忍于他 这天 一个叫崔七星的男人 看不下去 他曾是京城有名的黑帮大哥 他向日本人提出 自己要和大运单挑 谁赢了谁就做朝鲜人的老大 日本人觉得这个提议很有趣 于是欣然同意了 两个朝鲜男人 在祷堂里展开了肉搏战 崔七星单挑 欺压新人的朝鲜老大 夺取了监督官这个肥柴 当上监督官的崔七星本 以为可以减轻朝鲜毛工了 但很快就发现 他的权力只对朝鲜利用 他还是为日本人卖的 口口声声打着朝鲜人 不应当欺压朝鲜人旗号的黑道大哥 慢慢变成了另外一个欺压者 逼着同胞吃更少的饭 干更多的活 另一边 老里的女儿秀安已经被检查完毕 被送入风月场所 小小年记得他哪里见过这种场景 大姐示意他一定要冷静 不然就会遭人鼓打 直到唱片的响起 秀安听到了这是自己唱的歌 为了摆脱前来骚扰 她趁机跑到台上开始表演 拿起唱片说这是自己唱的歌 在莫子的翻译帮助下 珊琪得知这个孩子是个乐团歌手 仿佛如获至宝 日后必有大用处 在女儿的推荐下 老里和团员们有了轻松的工作 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去挖垮 摆脱了挖梅的苦光 负责倒霉的娱乐活动 妇女俩完美配合 偶尔也能饱餐一顿 1945年7月 日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亚洲战事似乎很快就会结束 为了建立新的半岛政府 朝鲜特种兵条武英接到一项任务 上级让他潜入军舰岛去 营救一个叫老英的人 营救赫 Annie 营救发炫役 营救完美 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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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朝鲜人和日本人的殊死 就在前不久潜伏在军舰岛的朝鲜特种兵朴武英 准备营救一个叫老英的人 这个人曾为多个朝鲜独立军仇狗胖了 深受朝鲜人民拥戴 所以是战后化解不同派系矛盾的最佳人选 朴武英想到了老李的机制和人脉资源 面对朴武英的请求 老李没有犹豫 他知道这不仅是帮助武英 也是为自己和女儿争取一切生机 他利用自己在岛上建立的关系网 找到了一位记忆高超的索将 在一次深夜的密谋中 老李和索将以及他的乐团成员们巧妙地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 在紧张而有序的配合下 索将成功取得了电报式钥匙的印记 老李将取得的钥匙印记交给了岛上的铁匠 凭借铁匠的精湛技 一把能够打开电报式的钥匙被复刻出来 这不仅是对老李承诺的兑现 更是对岛上朝鲜同胞的一次救赎 朴武英趁着雨夜溜进了所长室 成功发出电报信息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在房间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神秘的保险柜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保险柜中隐藏着重要的秘密 果不其然 保险柜中的账本记录了岛上朝鲜劳工的工资明信 揭露了老英与日军所长之间的勾结 账本显示 劳工们的工资大部分并未发放到他们手中 而是被转入了老英的账目 并有一半流向了所长山起 更令人震惊的是 连死伤劳工的赔偿金也未能姓名 成为了他们私吞的对象 老英作为劳工们的精神领袖 本应是他们的希望和庇护者 但实际上却成了背叛者和压迫者的帮凶 每一次劳工们的反抗和逃亡常识 都被老英提前告知给日本人 使得劳工们始终无法摆脱束缚 朴武英在劳工面前揭露了老英的真实面子 展示了账本上的证据 让众人明白老英背叛了他 老英试图反咬朴武英 声称他是美国间谍 企图转移矛盾 老英的手下闯入并劫持了小戏 威胁朴武英放下武器 但在紧张的对决 美军对军舰的空袭开始 在空袭中 老英趁机逃脱并射伤了朴武英 为了保护自己的秘密 老英甚至杀死了自己的手下 等轰炸结束后 老英开始在岛上四处寻找朴武英 直到有人说看见过朴武英的尸体 他这才放下心来 为了防止传染病滋生 没等确认死者信息 日本人迅速焚烧了所有劳工的尸体 而就在军舰岛被轰炸的第二天 副所长石田接到总部来电 美国向广岛投放了一颗新型炸弹 石田担心如果日本国家宣布战败投降 成为日后军事法庭上的组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石田决定采取极端手段 他先是掐死了在轰炸中受伤的所长山崎 自己取而代之 成为军舰岛的临时所长 随后 为了解决劳工里的刺头 他炮制了一起日本少女与海 让朝鲜汉奸大勇做检举 诬陷七星是谋害少女的凶手 石田希望老英可以将劳工们引到矿坑里 然后爆破进行佛买 而作为交换条件 他保证老英可以安全离岛回国 深夜 老英召集劳工慷慨陈词 揭露了日本人的罪行 并宣布与新所长石田达成的协议 承诺提高劳工待遇 工资翻三倍 引得劳工们一片欢呼 然而 牢里的出现 揭露了老英与石田的真正图谋 他手中的账本成为了最有力的证据 但真相总是残酷的 老英的忠实性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站出来揭露了老英的暴行 这让人群开始动摇 老英想跑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调武英手起刀落 民族败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面对日本人的杀戮 调武英和老李刻画了一场逃亡 劳工们自制了简易的炸弹和燃烧品 用拆下的床铺制作成临时的盾牌 女工们将布条捆成长手 为逃生做好了准备 组织了一场看似不可能的逃脱行动 他们利用夜色影步 迅速占领了码头的运煤船 老李发挥其人脉优势 分散了巡逻兵的注意力 为同伴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调武英带队迅速占领了运输船 确保了逃亡的海上通道 石田为了消灭证据 命运放火烧毁劳工宿舍 火光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 逃亡行动被迫踢去暴光 随着枪声响起 石田的士兵开始对劳工们进行无情射杀 面对无情的屠杀 七星带领着劳工们展开了绝地敌机 他们用自制的燃烧瓶和炸弹 向追兵投掷 为同伴争取逃生的时间 火光与硝烟中 劳工们的耐喊声与爆炸声交织在一起 在子弹用尽之际 武英与日本兵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他的每一次挥刀都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生命的支柱 劳工们在逃亡中涌向了连接岛屿的运输船的运输带 但由于人数中毒 超过承载极限 运输带不堪重力 最终在一声巨响中断成两截 岛上的劳工们因此 逃生之路被截断 断桥的行程引发了人群中的火荒和混乱 劳工们的生存本能推动他们寻找新的逃生方法 在这种生死关头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迫和恐惧 在这一危机时刻 劳里挺身而出 他冒着生命危险 从日本军营中捡来的军企 将其撕成桃状作为临时的绳子 组织劳工们一起将断桥的两端拉起并连接 他的行为激发了其他劳工的团结精神 大家纷纷上前帮忙 共同面对难关 他们的团结协作展现了人类在逆境中的强大力量 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 劳工们与时间赛跑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 终于将断裂的运输袋重新拉起 形成了一条虽然简陋 但足以逃生的生命之际 随着断桥的修复 劳工们再次看到了生的希望 他们互相帮助 一个接一个地通过这座用勇气和智慧搭建的桥 逃向了等待的团职 在劳工们逃生的同时 朴武英和其他人组织起了最后的运达 用燃烧瓶和简易炸弹 对追捕的日本兵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在弹药用尽之后 朴武英与日本兵展开了近身肉搏战 他的英勇战斗为劳工们争取了宝贵的逃生世界 七星带领着劳工们进行了最后的运达 在激烈的战斗中 七星与背叛者大勇进行了对击 并在杀死对方后 不幸被乱枪射准 最终壮烈牺牲 在武英的掩护下 劳工们成功登上了运输 逃离了军舰土 他们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和对自由的革命 告别了这个曾经囚禁他们的地理 劳理在确保女儿和其他劳工安全登场后 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他在临终前还不忘给女儿一个坚强的效果 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鲜 美国向常义投放了一颗原子弹 日本对亚洲的清越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军舰岛的煤炭开采始于19世纪年 20世纪初 岛上建立了日本最早的一批钢筋混凝土建筑 这些建筑不仅是工人的住宅 也是防止劳工逃离的物理屏障 根据资料 约有41,000名中国人被运送到日本 其中3765人被分配给了日本三菱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 二战期间有722人因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死 其中就有不少中国劳工 1974年军舰岛上的煤矿被关闭 2009年 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军舰岛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深衣过程中 日本政府将其包装为明治工业革命的遗址 但对于岛上抢征劳工的血泪使去含糊其次 2015年 军舰岛与其他23处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 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尽管这一决定引发了包括韩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国家争论 尽管存在争议 军舰岛现在成为了旅游景点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岛上的废墟和废弃的建筑 也见证了其曾经繁荣一时的工业历史 同时也唤起了对过去历史的粉丝 军舰岛的历史是复杂的 它既是日本工业革命的象征 也是战争与苦难的建筑 对于许多游客而言 军舰岛是一个了解日本工业化历史的地方 但对那些曾在岛上遭受苦难的劳工及其家属 这里则是一段痛苦记忆的所在 我是大海观影下期再见 是大海观影下期再见